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奥库斯 这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他们新签署的三方安全协议 那么它就允许美国 把最尖端的军事科技分享给澳大利亚 因为英国本来就跟美国在做这样的分享 所以说其实这里面真正的重点 实际上是澳大利亚 那这个消息出来 全世界都还蛮震惊的 因为他们好像事先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像欧盟就在说 就是有这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联盟的建立 怎么会不事先去告知欧盟 或者是咨询欧盟 所以欧盟觉得很失望 那五眼联盟的其他这两个眼 新西兰和加拿大 新西兰似乎还好 因为新西兰本身 他对于国防安全就没有什么 就说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放弃的状态 那我是看到之前就有学者评论说 新西兰这个国家呀 就是共产中国的军舰开到新西兰的门口 新西兰就直接就投降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他对于提升自己的国防实力 恐怕也没什么兴趣 但是加拿大就不一样 加拿大在传统上 在国防安全上 也是有一定实力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说这个安全协议 没有包含加拿大 其实在加拿大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响 那当然很多人感到非常非常失望 非常失望 那有一些人觉得说主要是由于特鲁多的原因 是由于特鲁多这些年的亲中的政策 造成加拿大不那么被美国所信任 比如说有一位学者 他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加拿大没有进华为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加拿大到现在也没有进华为 到现在都没有 那华为大家知道 就是说其实最早全世界开始讨论华为 并不是因为共产中国对于全世界的这个威胁 其实还没有 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还不太清楚 那个时候大家进华为主要是因为 会不会有这个国家安全的疑虑 就是他这些共产中国长期应用的这些监控啊 间谍啊这些手段 会不会通过华为 这个损害这些世界各国的这个国家安全 他主要是这个考虑 那么加拿大现在都没有进华为 说白了就是说 那你这个国家 这个到处都是漏洞 那美国怎么可能会放心 跟你去分享这些最尖端的科技呢 所以说在这个考虑上 是不是说美国不够信任 所以不愿意跟加拿大有这样的关系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就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 其实到未见得是因为这个啊 未见得是因为特鲁多的亲中的政策 更多的是你要看一看加拿大的这个地理位置 从他的位置上来说 如果加拿大他要去参与这个战事的话呢 他最主要的这个他肯定不会在战争的初期 他真正就是大规模参与肯定不会在战争的初期 那因为共产中国他要出来 肯定首先他要突破第一岛链嘛 日本韩国台湾 这是菲律宾 他们是首当其冲 南海台海整个包括针对日本 就这一线 那是直面共产中国的这个入侵的 那这个下来就到了澳大利亚嘛 下来就是澳大利亚 那等到加拿大美国这个本土 这就应该是更后面的事情 那我不觉得会有那一天 我不觉得会有那一天 但是我们就是说 那在战略上面 本身你的这个所处的位置 恐怕也不会让美国觉得 他需要去尽全力来武装你 那澳大利亚就不一样 那我是看到有一位台湾的 不愿意署名的国防的这个官员 他就提到说 这个协议实际上是填补了 这个区域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白 就是说很多人不都在说嘛 就是共产中国一旦突破第一岛链 就直接就去了美国了 直接就去了美国了 那所以说 但这肯定美国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美国要在这中间 强化澳大利亚 他让澳大利亚来作为 他的第二层的这个拦截 那我想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所以说才会尽全力来武装澳大利亚 那他武装澳大利亚的第一步 就是分享给澳大利亚 这个核潜艇的技术 那因为美国愿意分享给澳大利亚 这个核潜艇技术 那澳大利亚自然 他就不会再继续 与法国之间的这个常规动力潜艇的这个合同 那这个合同呢 是一个价值660亿美元的合同 那你可以想象法国有多生气 法国这个国家 他其实就是说 他的这个经济状况 不是太好 可以说这个军工业啊 军工业对法国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 这样一个产业 我是看到有一些学者 就比较比较直白的说 就是法国出了军工业之外 就已经没有制造业了 就是出了军工产业之外 法国的制造业基本就约等于没了 所以说那个军工产业对于法国的重要性 那他这个订单对于法国的重要性 所以说法国反应非常大 那就是说这个背后被捅了一刀 而且也因为这个都取消了 在华盛顿举办的这个庆祝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这个法军与美军的这个联盟的 这个情谊 这样的一个酒会 法国都气的取消了 在这一点上你看看 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朋友 很多时候 这个朋友之间的这个友谊的层级 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的敌人在哪里 你的敌人是谁 那当初这个美国跟英国打仗的时候 美国跟法国那就是牢不可破的盟友 那后来美国跟苏联冷战的时候 那美国最亲密的伙伴 当然就是英国 那包括在二战时期 那为了应对德国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是英国 那像现在 这个美国最大的敌人 肯定不是俄罗斯了 我相信现在所有人都能够承认这一点 美国最大的对手 对美国安全威胁最大 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 肯定是共产中国 那这个时候 那美国当然就会全力的来武装 像台湾日本 这样挡在第一排的国家 那第二排的 那就是澳大利亚了 那所以他要竭尽全力的来强化澳大利亚 这个他是毫无疑问的 那我是看到也有一些人 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话 那譬如说呢 在英国这个前首相就质问 说那是不是你有这个三方安全协议 就意味着说 一旦台湾被入侵 被共产中国侵略 那英国就会被迫 必须出兵 那我觉得那不然怎样 不然怎样 不然你是要重复二战 开始那个时候的状况吗 你就看着这些国家 一个一个的被德国吞并 然后他就变得越来越强大 他的野心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搞到二战 全世界死了多少人 生灵涂炭 你要搞成这个样子吗 不然你要怎样 无论有没有这个协议 无论有没有这个协议 那你是不是要来维护世界和平 你还想不想过好日子 你难道要再过一次 就是英国当初被德国轮番轰炸的日子吗 你伦敦还想再炸一轮吗 你不希望面对这样的未来 那你不保护台湾 你是要怎样 我觉得这个是莫名其妙 那更不要说 就是说我看到 也有人在说 说这个你为什么 就是澳大利亚嘛 你为什么一定要赌 说美国会赢 明白了就是共产中国会赢 那你为什么要赌美国会赢 我姑且不论说 美国与共产中国之间谁赢 这个东西我们不去说它 我们就只说一点 说那既然共产中国会赢 所以你就要站到共产中国一边 你要做汪精卫吗 当初日本多么的强大 中华民国是多么的弱小 那你就去投降吗 你就要去做奴隶吗 那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 之前我在推特上面看到过一个视频 触目惊心呢 应该是在非洲吧 就这样的一个 中国的应该就是一个国企的这么一个管理者 中层吧 就是中国人 他就拿着鞭子去抽一个黑人 就是把这个黑人绑到一个栏杆上面 然后就去抽这个黑人 旁边的这些黑人就在那里站着看 就在那里站着看 甚至呢就是当这个中国人把这个黑人给抽的 就是倒在地上的时候 那这个旁边看的这个黑人 还去把他的这个黑人同胞扶起来 方便让这个中国人继续抽 当时我非常惊讶 我想说哦原来怎么黑人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在加拿大嘛 那我平时遇见的黑人啊 都还因为他们的这个 就是他们运动都很好 都很好嘛 就是很少看到这种非常软弱的 就是受受欺负的这个黑人的倾向 就实话说我在加拿大没有见过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黑人 我见过那种看上去还有一点点凶的黑人 我也看过就是 彬彬有礼啊 就是很很很很这个 gentleman的这种黑人 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没见过这种说 逆来顺受 就是一副就是说 被鞭子抽 都只会呜呜哭泣 这种黑人我没见过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美国 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时候 那那些黑人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看过 居然 居然在这样一个中共 有非常 这个可以说是 几乎可以说是像 殖民一样在控制的这个地区 这些黑人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那难道大家都要做这样的人吗 大家 我不要以为只有黑人会这样啊 那如果中共控制了全世界的话 那什么黑人白人黄种人啊 大家都是奴隶啊 大家都是奴隶啊 那我是不知道 就是说 说既然共产中国有可能赢啊 那 干嘛不去现在 就去导向共产中国 就去做共产中国的奴隶 你这么巴不得的去做奴隶吗 这么着急吗 我觉得难以想象会有人能说出这种话呀 那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 那 中共当然他非常清楚 整个这个协议 他是 目的是何在 所以说中共当然非常非常愤怒 首先呢 赵立坚就出来说 说这是搞军备竞赛 说这是冷战思维 他说军备竞赛 他也不看看自己 那我看了一下 中国是现在都已经有三百多艘军舰 2025年要有四百艘军舰 2030年要有四百二十五艘军舰 美国有多少艘军舰 美国到现在都不到三百艘 美国到现在都只有不到三百艘军舰 中国到2030年要有四百二十五艘军舰 你跟美国跟澳大利亚说 这个搞军备竞赛 你也不看看自己 简直是莫名其妙 最先搞军备竞赛的就是中国 就是共产中国 共产中国因为它这么去 加强自己的海军 所以才会让周边的国家这么的恐慌 那所以说这个三方安全协议 最欢迎的当然就是像台湾 也包括越南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因为他们是最直接面对中共威胁 我想包括日本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 那你像这些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这些国家 他们也都在加强自己的国防 加强自己的海军 因为你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不是说 你有选择权 因为中共它在搞军备竞赛 中共它在这样 它自己说的嘛 在像下饺子一样下军舰 你说它像下饺子一样下军舰 你要不想做奴隶 那你出了加强国防 你还能有什么路 没有别的路可走 那中共在南海 要把南海内海化 在南海建这个人工的岛礁 把这些人工岛礁军事化 甚至最近直接军舰都开到 阿拉斯加美国的这个经济海域 那你说 那你到底是谁在挑衅 到底是谁在搞军备竞赛 那环球时报说的就更露骨 环球时报直接说 是澳大利亚的军人 是最先死在南海 说澳大利亚的军人 会最先死在南海 那我想澳大利亚军人 如果会死在南海的话 我不晓得中国军人 要死个几万 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那大家都拿命去添的话 我想中国的韭菜 是不是等到要拿自己的命去添的时候 会不会就觉得说 可能最好还是不要呢 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清醒 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有反抗 那其实整个的这个三方安全协议 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会从根本上改变 这个自由世界与共产中国的对抗 这是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自由世界终于下定决心 要与共产中国进行对抗了 很多人也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 我觉得无论如何 就是去武装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 这样一个有非常坚定的自由民主 这样守护世界和平的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国家 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那也有利于更加的去震慑共产中国 那就是说假如共产中国真的还做着这个说 能够拿下台湾的这个美梦的话 那那么你最好知道 就是说你会承受的这个武力的攻击 不只是来自美国 不只是来自美国 也会来自一个未来会非常在军事上强大的澳大利亚 那你要掂量掂量 就是说美日的联军 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能打得过 那么美日澳的联军 你觉得自己能不能打得过呢 就是说你自己做军事评估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打不打得过 打不过 会不会你自己就倒台了 会不会中国的韭菜不愿意跟着你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人命 添在南海里呢 添在台海里呢 可能不是所有的韭菜 都这么的这么的有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